在中国人民革命军 军事博物馆众多的馆藏中 有一件十分特殊的展品 它出生于美国洛克西德公司的制作车间 它身上的雷雷弹痕 却是新中国一支神秘部队的手笔 四五十年前 发生在高空中的那场对抗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都一直是个谜 所有参与其中的对手 都保持着沉默 1958年6月的一天 张伯华上校来到空军副司令员 成军中将的办公室 一个重大任务在等着他 叫他在办公室 对我说 军委决定 有空军今天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放空所在 组建新部队 你有一定的经验 准备叫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比较合适 我打击表日 没问题 我一直能完成这个任务 上代表交我一个表 当张伯华从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 走出来时 兴奋和压力交织于胸中 很快 一道道调令 飞向全国各地的雷达部队 飞行部队 高射炮部队 探照灯部队 和防化学部队 没有解释 团级干部当银职 银职干部当连职 高职低配 到一个神秘的543部队报到 就在北京清河的这座礼堂里 张伯华亲眼目睹了 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营的诞生 地空导弹部队应 与我们的学院底 促建起来了 兵器中在北京清河 高阶方校集中了 在4月6号上午 在高阶方校离堂 举行了生理大会 走 走 五十多年前 就在这个讲台前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挥着胳膊给部队讲话 我宣布 中国空军地空导弹兵第一营正式成立 在中低空 有高射炮兵和间级航空兵 高空有你们地空导弹兵 刘亚楼讲了 学习的重要性后 加重语气 还有要绝对保密 他指着所有的人说 连你们的父母和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 一营组建两个月后 二营和三营也相继成立 一支神秘的调令 让许多人终生难忘 当航空兵防华参谋吴贵华 兴冲冲地赶来报到时 他才意识到 五四三部队 非比寻常 来了以后悲空 当时一个科长 一个干事 就给我谈话 你现在调五四三部队 就当派长出 我说我方化参谋 当什么派长啊 是不是啊 我是连续干部 所以这个派长就是连续干部 高级敌配 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 连自己亲生父母也不能告诉 我就更感到 这个部队非常奇怪 非常精气 反正我当时感觉 这个部队肯定是了不起的部队 新中国如此急切地建立 地对空导弹部队 有着极为现实 而且紧迫的原因 五十年代 美国给台湾的一种 RB57型侦察机 从超高空深入大陆侦察 那时 解放军的兵器 还无法在这样的高度上作战 当时的作战报告 经常这样描述 尖极机紧急起飞拦截 尽管飞行员 拼死把飞机上升到极限 仍旧相差两千米高度 尖极机开炮时 飞机上的照相枪 会把目标受攻击的情况 记录下来 从当时照相枪拍摄的照片来看 这是一次最为接近的攻击 却仍旧是鞭长莫急 五十年代 航空兵频繁起落 四处追杀那些胆大包天的空中侦察机 而美国给台湾的RB-57型高空侦察机 却不断改进 越飞越高 1959年 经过自愿报名和精心挑选 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六名 能说英语的尖子飞行员 奉命到台北 在这里 他们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秘人物 六人之一的王太佑 还记得见面时的情景 一见到我们这个团体 告诉我们准备到美国来 同时他问了我们 你们每个人有没有变装 我们那时候生活很苦 每个月 每个月的待遇 住在家里面吃饭都不够用 做什么变衣变装 我们都没有 我跟小华讲 我们都没有 他讲你们给你们 我们不开钱 制装费 买一套西装 买一个破箱 买一个新的箱 就准备 到美国去 当这些飞行员 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 骑程前往美国时 他们完全不知道 死刑的任务是什么 作为军人 他们也不会去打听 而他们的家人 是在许多年后 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当初华有六个人 六个人 有两个人 有一个是杨树菊 有华西军 西奥华 我一个 还有个 还有陈淮 后来他老总统 给他改的名字 叫陈淮生 后来还有一个 去中会 对 去中会 陆续到美国 接受培训的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共有三十人 其中的几位 会在接下来的故事里 相继出现 他们的讲述 将为那段历史 提供我们 并不熟悉的视野 高空侦察 起自冷战的开始 上世纪中印 从亚洲到欧洲的 广袤土地上 出现了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是其中 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是人口 最多的国家 美国利用旅行者 和特工 搜集零星情报 根本无法随时了解 这些国家的 整个情况 空中侦察 几乎是唯一 最直接了当的 获取战略情报的方法 但是 随着苏联防空系统 不断改进 飞行缓慢 高度有限的侦察机 成了苏联战斗机 轻取的目标 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几十架飞机被击落 死亡和失踪者 遇到百人 高空战略侦察的最早提倡者 是科达胶片公司 美军的顾员 美军第六十七空中侦察 联队的退役指挥官 莱格霍恩 他相信 由当时飞得最高的轰炸机 改装成的高空侦察机 RB-57 最终能够渗透进苏联和中国境内 近一千三百公里 可以拍摄到这两个国家内 百分之八十五的情报目标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美国为什么如此执着地 要对它做高空侦察呢 朝鲜战争中 美国和中国第一次发生正面冲突 结果令美国感到意外 在战争后期 美国就开始重新评价 中国的实力和位置 美国就开始重新评价 美国的实力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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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来自中国大陆的情报越来越重要 空中侦察的最佳基地就是台湾 在台湾岛岛北端 也被火热的建设的建设基金燃烧起来 他们不知道 就在19000米的高空 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人最为担心的 是十周年大陆 在那样一个举国主目 云集的时刻 敌对的高空侦察机飞临天安门 这是新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RB57D飞行在19000米高空 比现代民航客机还要高出一倍 从这里看出去 天空呈现着宇宙的深暗颜色 在高高的云层之上 难道真的就没有任何武器 可以抗衡高空侦察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为了对付盟军的高空轰炸 纳粹德国的科学家 考虑发明一种全新的防空武器 战后 苏联拿到了纳粹的研究成果 红色工程师们 研制出了高空侦察的克星 地对空导弹 几千年来 从弓弩到火炮 其准确性 全取决于射击前的一瞬间 而今 战场上开始有了出塘后 仍旧能够受人控制的武器 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阅兵式上 毛泽东曾亲眼看到 苏联的萨姆二地空导弹 从红场隆隆驶过 萨姆二能够直上两万两千米的高空 达到当时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飞机 可以说是解决十周年大庆 不速之客的唯一选择 经过一年多的曲折 由聂荣贞等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与租联方面 经过三十五天的最后谈判 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签订了火箭和航空等领域中的援助协定 地空导弹也包含其中 苏联将向中国提供萨姆二型全套地空导弹兵器 中央军委将地空导弹划归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系列 部队代号借用萨姆二的兵器代号五四三 空军决定五四三部队由分管地面防空的空军副司令员成军全面负责 一个寒冷的冬夜 在靠近中苏边境的火车站里 一小群人焦急地朝边境那边张望 在这些人中 有苏联驻华国防顾问萨洛尔 国防部训练基地的孙世信大队长 还有伊营营长张建华 这个这个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我们这个满洲里等 等到这个晚上 说晚上到 大概就十点钟左右 终于一列由苏联开过来的火车进站了 车上装的是中国将得到的萨姆二兵器中的第一套 随车到来的 由苏军地空导弹营营营长赐料司机 副营长兼总工库兹林等九十多人 为了保密 他们都穿着变装 等着铁装了 这个这个这个判斗赶快见到兵器 也没见过 什么人看不见都是黑夜间 列车到北京后 中苏双方在长新殿进行了交接签字仪式 而萨姆二先暂时在库房里封存起来 你那个房子啊在二十米以外啊 画的背线 一里不经贴近 不经看 不经人问哪里 那我那时候年轻啊 二十八岁啊 我总跟他好奇 我就非看看不可 到时候看看一看 哎呀 但是 我还短没过出来 短没完了以后 那个发射杂都盖着 哎 大炮不像大炮 大炮怎么还是放的 炮音是远口啊 它怎么是房口啊 是吧 看我们的导弹 导弹一个大筒子留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里头 摸了摸 后来我就出来了 为什么 后来熟悉了以后 不是展刚 内流展刚吗 人家我展刚我也看 人家他展刚他也看 这里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 一个研究所 它坐落在北京附近的密林中 研究所可谓是人才济济 在对阵双方的小伙子中 就有一半是博士 上个世纪中叶 这里是当时国防部 专门进行新装备改装训练的基地 它的第一批求学者 平均文化程度还不到初中 1958年10月11日 刚刚成立四天的地空导弹 第一营官兵 再次开始了他们的苦学岁月 要在短短三个月里 就掌握当时世界最尖端的武器 苏军导弹营总工库兹明 为他的学生担心 据他说 这些课程 苏军大学文化程度的军官 没一年半载也拿不下来 老师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苏联专家非常认真 上课亲自点名 事到如此 学员们不仅要完成学习任务 还要为中国军人的尊严而战了 就在年轻的地空导弹兵们 拼命地学习时 六名台湾优秀飞行员 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劳福林空军基地 学习驾驶一种神秘的飞行器 这是一个高度机密计划的一部分 即使在当时的美国政府中 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飞机的存在 五六十年代 在美国流行一本叫泰瑞和海盗的漫画杂志 里面有一位绰号 蛟龙夫人的著名女间谍 她总是独来独往 悄无声息地潜入进充满敌意和危险的 对手阵营里 而劳福林空军基地里 这种神秘的飞行器 后来也得到了这个绰号 蛟龙夫人 几个月后 伊营就要开始他们的毕业答辩 苏联专家十分紧张 坚持要临阵换上一个 他们信任的引导技师 于是 代训教员墨西林 成了第一个按导弹发射钮的中国人 狭窄的指挥车里塞满了人 在苏联专家和首长们紧张的目光下 莫西林和营长张建华 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准备 那发射导弹 因为这第一次 你学也没接过 也没听过 心情是比较紧张 这个 由这个营长 想到发射命令以后 我就用大摩子 按这个发射按钮吧 因为原来修理人都懂 按发射按钮 按下去一声就行了 因为一个是紧张 再一个是这个 怕发射不去去嘛 这个为了保鞋嘛 所以我按下去以后呢 导弹想了 那个手 手没分开 而且想的时间呢 成了座位上面的 奔了一下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想 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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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見 一九五九年五月 由剛出師的一批代訓教員當先生 後來組建的二營和三營投入學習 由於房子不夠 兩個營在樓群旁支起了帳篷 薩姆二在當時確實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武器 它的核心是放置在陣地中央的制導雷達 雷達向目標發射出一束非常窄的電磁波 導彈升空後 必須飛進這道電磁波數 此後才能接受引導 非常精確地飛向目標 進入目標幾十米範圍內自動引爆 射出數千塊鋒利彈片 高空中的飛機只要碰上幾塊 就斷難升寬 稍微 為了達到這樣的精確性 薩姆二兵器綜合了當時不同學科的最新成果 電磁學 計算機 化學 電子 光是電子元件就有幾萬件之多 所以一接觸以後 感覺學習困難很大 幾乎是 一個是我們當時畫的學習任務緊 這一天要學一個是功能圖 基本上現在說的就是方塊圖 就這一個組合是吧 給你畫了好多方塊 就信號是怎麼聯繫聯繫 叫你們跑一趟 然後呢 就跟你講具體線路 這一天呢 基本上搞這麼兩張 這兩張根本就接受不了 聽到沒聽清楚 稀里糊塗就過去了 由於那個時候我們學習這個秉器 是處於極端保密的狀態 只准在教室學習 一下了課離開教室 什麼教材啊 個人的筆記本啊 都不准帶出來 那麼本來文化程度的低 課堂就不一定能完全小化得了 靠課後的這複習時間 又沒有教材和筆記本 那怎麼辦呢 大家就下了課以後 就湊到一起去 這個一個人記不完整 我們大家上去湊 你湊一點 他湊一點 那連得既然不允許 在筆記本 也不允許你隨便 在一顆紙上畫 因為紙丟了要保密的 怎麼辦呢 就得滴上 滴上畫 畫完了以後 用膠一磨 就沒有了 台灣的六位飛行員 也是在極端保密的條件下學習 上課我們單獨一個教室 教官來的時候 帶了他相關的教材 這個教室裡面受訓的 也只有我們五六個人 可以做筆記 可是這個筆記不可以帶出來 書當時也有 書當時也有 但這個書也不可以帶出來 這個每一堂課 講完以後 都曾經一次 他把飛機每個系統 就等於這個人生上的每個系統 都分開來講 所以說這個講完了以後 一個月系統是中了 但是是什麼飛機不曉得 飛行訓練開始後 六名台灣學員 終於見識了被保密措施 嚴密隱藏的神秘飛行器 很快他們就發現 這是一種極難駕馭的飛機 首批受訓隊員之一的華希君 這樣詭異 很幸運我落地了 他就衝突跑道去了 這就是講到這個飛機 這個飛機很難落地 你測去就要測得很準確 直到現在 美國人仍然認為 由於是這個最難落地的飛機 至於說在空中 也是一樣 你到了高空的時候 這飛機稍微快一點 就要解體 慢一點就要失速 失掉空置 中間這個就是十里的距離 所以他們就叫這個 叫做棺材礁 就是這樣子 但那個地方 你一定要很仔細仔細地 把握這個飛機 你要能夠把這個飛機 飛得 照你所計劃的航線 真真確確的飛完 就是也是個很好的挑戰 楊世鞠是華希君的隊友 他的描述更深入地解釋了 操控新飛機的困難 飛機你要輕 你一定要減低重量 減低重量你的材料 造飛機材料 不是像傳統的飛機 那麼堅強 比較脆繞 所以呢 普通你想 86戰鬥機 你可以承受8個G 8個G 4個G force 地深吸力 都不解體 這個飛機等於一個半機 一個半機之後呢 假如你的氣力不好 震動一下 他尾巴掉了 所以為什麼飛行員呢 要飛這個飛機 要像那個女孩子 繡花一樣 慢慢的一針一針 慢慢操縱 他們在學習駕駛一種 比RB57D更先進的飛機 幾個月下來 他們的飛機墜毀過 六人中有一人被淘汰 還有一人在訓練中 失去了生命 但他們為自己做的事情而自豪 把這樣一塊牌子 掛在辦公室門口 如果那時 他們能見到那些 灰漢苦學的地空導彈兵 或許會覺得 這樣嚴酷的訓練也是值得的 他們將成為543部隊的真正對手 學習剛剛結束 一個擔心又困擾著地空導彈兵的新手們 保衛首都真的有把握嗎 為了萬無一失 543部隊全體來到西北打場 一開始一切順利 當這印象的話呢 打的時候我們導彈 第一機起飛以後 是不是 起飛以後的話呢 一機火箭一脫落 導彈失控 導彈飛向不出場 它本來的話呢 用它驗照螢光屏的這個垂直標線 引它往上 這個導彈型號 引它往上飛 結果這導彈型號很快 飛出螢光屏 因為你一般是按照目標跟的 導彈的話呢 是守我們指導站的控制 來飛向目標 現在導彈失去控制以後 它不就爛飛了嗎 那不就是 說向右這麼爽 飛就跑了 人們驚呆了 如果這是作戰 導彈很可能會落在北京市區 操作尖端的兵器 難道真的離不開蘇聯專家嗎 我們的操縱員叫劉淑辰 他說我們營的這個 轉這個手輪啊 就是操作天線轉動的這個手輪啊 怎麼我們這和營的不大一樣 人家是往左轉天線往左走是吧 我們這天線老是他們往右轉 此時 五四三部隊一位代訓教員 韓彥林出任意料的提出 大概是控制雷達天線 左右方向的導線接返了 為了看個究竟 韓彥林和租聯專家爬上天線 那麼這個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在哪裡呢 那就是這個設備 那就是這個設備 這個裝備啊 在出廠之前 它就把線接錯了 接反了 把線接反了 一個電動機 它應該是這樣接 它是正轉的 你如果掉了一個線接的話 它就反轉了 關鍵是這樣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的話 當時還有 蘇聯還有專家在這裡 是不太嫩通的 他覺得出廠前不會出問題 我們就堅持 這就是出廠前出現的問題 因為這個兵器從蘇聯運來以後 我們沒有動過呀 打開方位角天線馬達 果然導線接反了 簡單調整一下 兵器立刻恢復了正常 事情的解決 使得在科學技術上 英雄氣短的543部隊 備受鼓舞 人民大會堂即將完工 據十周年大慶只有三個月時 總參給中央領導人送上一份報告 上半年 RB57D高空偵察機 十八次進入大陸偵察 兩次飛臨北京上空 這意味著北京的軍隊部署 經濟發展 甚至十周年大慶的準備情況 都放在了 美國和台灣決策者的辦公桌上 報告又說 當時解放軍飛得最高的是 米格19戰鬥機 但要打RB57D 還要再升高三千米 為此 飛機上三門機關炮 拆掉了兩門 炮彈減少了一大半 保護飛行員的鋼板 甚至一時用不上的儀表 通通拆掉 飛行員在攻擊時 像坐翻滾過山車一樣 先向下滑 利用慣性向高空猛衝 可是 仍舊低於RB57D兩千米 可以想像 這份報告 在高層領導們心中引起的不安 現在 希望全都落在了543部隊肩膀上 根據成軍副司令員的指示 張柏华和空軍作戰部副部長 運前程 加緊在北京周圍選擇陣地 他曾經專門在地面上 一個陣燈一個陣燈一個陣燈 一個陣燈一個陣燈 但是我陪到他轉 你看他 嗯 生靈很美 當日北京這個樹林還不少 根據作戰預案 一二三營被放在飛機 最有可能來的東南方向 此時正值1959年的夏天 離十周年大慶只有兩個月了 9月初 再離十周年大慶不到一個月的一個夜晚 五個營 新中國地空導彈的全部家底 悄悄地進入了各自的陣地 為了應付各種可能的空中入侵 空軍以首都為核心 還佈置了一個包括尖機機高射炮的立體防空網 9月全國各地的國慶觀禮代表們陸續來到北京 十周年大慶已經是近在眼前 當時還不知道 而比武器帝是否配備武器 還有沒有其他更危險的任務 隨著北京城裡大紅燈籠高高掛起 五四三部隊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這是一個令人回味的時刻 解放軍手裡有了令人驚訝的武器 卻密而不宣 高層決策者們對地空導彈仍舊沒有把握 對手還蒙在鼓裡 9月底 首都的節日氣氛驟然升溫 領導人們頻頻趕往首都機場 歡迎接踵而至的貴賓 參加十一關裡的 有來自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 和世界上六十多個共產黨的領導人 這是中蘇分裂公開以前最大的一次盛會 蘇聯曾經給過新中國很大的幫助 但是當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來到北京時 兩國之間的裂痕已經不祥地擴大開來 1959年9月的最後一天 平靜地過去了 第二天太陽再升起來的時候 首都的天空還會是平靜的嗎 此時此刻北京城外 五四三部隊官兵幾乎繃緊了每一根神經 導彈放在發射架上隨時準備發射 迎指揮所裡 值班參謀一步不離地守在電話機旁 東南沿海的警戒雷達 搜索著每一寸可疑的天空 東南沿海的警戒雷達 日臨 日臨 新中國的第十個國慶節 安然ك 过去了 天空半阴半晴 云层遮挡了高空照相的视线 直到10月6日 RB57D仍旧没来 各营街道通知 国庆战备期结束 一起家在北京的干部 已经离队休假 出人意料 10月7日这天 RB57D高空侦察机 却突然来了 过南京后 RB57D飞升到 19500米高空 然后途经徐州济南 直飞北京 就是乔那一天 就来了 大家请 嗯 来了 你还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今天 城府司令 他们都 第一次碰到这么个市里 他们一定要进指挥所 要准备 方向已经明确了 去向北京 首长们进指挥所 当时 向他们 就怎么 他们 就向他报告了 就说 这个 参部站中 就去报告 这个飞机 是什么时候 在哪 什么时候起飞的 其实当时哪个位置 当时头上 自己看 我们的指挥所 那个标图 是反光标图 你 你在外面 那边飘出来 这个航机 都看得清净 首长进去 一看 一目两人 沿途航空兵部队 战斗机 不断起飞拦截 但都达不到攻击高度 而B57G高空侦察机 飞过山东时 地空导弹营指挥所 先后进入 一等战斗准备 正向北京方向飞行 什么时候一刀 明白 一国际呢 我的建议 那时候北京军机 主要塞着深州光雨 六四天 我说你这个 你可不能 他往里飞了 往里飞乱倒了 他发了命 我我去全部返航 有53部的小目标 也差不多了 搜纱 有人开机 有人开机 死关手 并非 third person 大家这些借过好 明天 能代 指挥所一应发现目标 CP动摇 两两洞洞 三八洞 大型第一架 高度要高洞 这到一国的长线 花转航了 让人的精心公路 像二爷回来了 我说我有下面 我二爷 二爷回到下面第一 上级指示 小 第一机可能从正南 东南方向入侵 我机125公里外 退出战斗 命令我赢 先决消灭地坚 明白 此时此刻 二营营长岳振华 端坐在指挥车里 五十多年后 回忆起这第一次导弹攻击时 他说完全照苏军叫令打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很快就找到了RB武器地 操作手们 小心地将制导雷达对准目标 跟踪 好 不能跟踪 是很平稳 我看着信号很好 然后 到100公里时 导弹接下 六发导弹 接电准备 六发准备 接通通步 发一下通步 接通通步 通步我进 12点04分 RB武器地逼近北京 进入了发射导弹的最佳距离 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车停到通步 所以我们的武器 在走所这边就 像他妈更紧张了 拖子心里唠嗦跟踹 一通步就翘下了 下不去 就像下发射令了 三点法 导弹三发 间隔六秒 二十大公里 相别目标 按123波道顺序发射 三点法 三发 间隔六秒 二十八公里 相别目标 波道顺序 123 发射 一波道发射 二营指挥所 无线电源 景海如 是第一次经历 导弹发射 此时 他的心在碰碰地跳 到了发射区来 他都听着一句声话 发射 当时我们在上去 捡个六秒 六秒钟一号 又捡一号 六秒钟 又捡一号 我们那个指挥所 是个胆掌碰 他催的那个 飞撒周识 相当劲 秋风依旧 然而 当导弹跨越苍穹 奔向目标时 世界防空时 刚刚经历了一个 转折点 比对空导弹 第一次在实战中 打下了飞机 大概等了四十秒 大概三十二三十秒 四十秒的时候 飞机 这个整个的飞机 已经露 已经 没有 影子没有了 已经露下来 雷达山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嗯 他们下面报告 说飞机 结露在什么地方 哎呀 那个时候 李亚六高兴了 司令 指挥所的空气 突然就 就热乎起来了 还是高兴了 李亚六说 有露得起没有 哈哈哈 问指挥所 有露得起没有 这拿露得起来 啊 多煮 多煮几个菜啊 多煮几个菜 在这里 指挥所吃饭 飞机的残骸 落在了通县 河西武平安镇 南边的一块 庄稼地里 这里当年是一块 洼地 地里积满了水 而壁五七地的 机身 就落在水里 在飞机蒙皮上 可以看到 导弹弹片 穿透的无数小孔 飞行员 王英卿 落在了 离飞机不远的地方 他跳了伞 伞绳被弹片切断 王英卿 是世界上第一位 在地空导弹袭击中 丧生的飞行员 第二天 去通县的这条小马路上 突然间热闹起来 小轿车来来往往 路边站满公安 把号 都去了 朱宗 带头去 其他的 像河帅 夜帅 夜帅 雪帅 这不都去了吗 还有李福处同志 太长的东西都去了 现在那个保密地的 看了第二集那个残骸 我也没别东西 就是看这个残骸的战士 这个铺板 打了两块 直起来 上面盖了个线坛子 作为招待朱乐宗的这个 我也做的呢 给他做了个汇报 参加汇报的朱乐宗 以外就是杨胜坤 朱乐宗 把那拐棍起来 刚刚跟人来一下 打得好 打得好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 中央的绝大多数领导人 都来过现场 这一仗 对地空导弹部队的发展 非常关键 它给了决策者们 一个深刻的印象 导弹真行 中国对成功地使用了 地空导弹 守口如瓶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对此做了低调处理 仅在地板的不显著位置上 发了一条消息 对地空导弹 只字不提 国外舆论 似乎没有意识到 事情背后的含义 华盛顿邮报 仅用寥寥几句 转载了新华社的消息 随着通线上空的三声爆炸 RB57D再也没有来过 但是我们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还仅仅是个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